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接著來到所謂的中階的選手組喔 那第一位出場就是我們Sony家的A5000 作為一款這個29900這個價位的Soundbar 首先在聽音樂來講我覺得Sony他們家其實一直到A7000來講 我覺得表現都算是比較普通 就是當然他跟A3000之間的差距我還覺得算是比較大 就在於說Sony的A5000跟A3000自家比起來的話 他整個人聲的提升是非常多 就是整個厚實度來講提升的非常多 那同時呢他的樂器的厚度我覺得提升也很多 細節來講倒是跟A3000我覺得算是 你會覺得沒有什麼比較那麼大的感受 但主要就是在音樂來講 就是厚度的感受變得更好了 你要看電影的話 我覺得Sony他們家這個A5000或者是A7000系列就是 在其實在很久以前A5000剛發布的時候 我聽Sony他們家的Soundbar我是覺得沒什麼感覺的 甚至我跟那個HDA9在比較的時候 我也覺得說明明Sony做A9的環繞感就比較好 為什麼還要再去推這種A5000或A7000的系列呢 但是這次呢我再重新回過頭來聽了之後 我終於理解到說 就是為什麼A5000或A7000Sony要推出他們 就是 首先在這個系列你在看電影的時候 我覺得他會有一個Sony獨特的一個音色感受 你可以說他這個叫所謂嗎 那這個特殊的音色感受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在聽 你在用其他Sony看電影的時候 有些音效你會覺得 他的一個空間感的表達並不像真實的空間感 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我以西線無戰士 這個電影在測試A5000的時候 他不管是一開始的炮聲 就是子彈穿梭的聲音到 他後面有一段我也記得就是說 他們有幾個小男生準備簽那個入伍令要去當兵了 然後當兵的時候在學校的走廊的時候 有那個小鼓敲擊的聲音 就是敲幾下 然後在走廊回盪的那種感覺 就這一段我在用Sony A5000聽的時候 或甚至用A7000聽的時候 我那個音色整個就被 就是 那感受你就覺得很像你在那個教堂裡面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Sony他們應該有做了兩個事情 一個就是說 那基本上他讓那些樂器的音色的厚實度有去增加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在也許在加回音的這個部分 他有他獨特的一個算法 就是他在某些場景的音效 他會加入一些回音 那你覺得說你更融入在這個電影院 或者是在融入這個電影的場景裡面 所以簡單講我覺得看電影 呃Sony他們這個A5000的 環繞效果我覺得表現 在這個價位來講算是比較普通 因為他的天空聲道 你會覺得有 但是他不是那麼的一個明顯 但是他左右的寬廣程度我覺得算是還OK 但他在整個那種空間感 氛圍感營造的 獨特的那種感覺之下 我覺得是非常的棒的 那看一些 我覺得他這種很適合看一些 尤其是你追劇的話 蠻適合用A5000的 因為他音色會讓你覺得好像 融入在劇情裡面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說要看一些比較是戰爭片 那種追求定位效果的話 我覺得那A5000的表現就比較普通 那聽音樂的話我是覺得 其實坦白講 呃 有些人會覺得說Samba聽音樂 好像都都很差或什麼的 我覺得 也許是這樣子 但是 就是對我來講 到了三四萬塊以上的Samba 我覺得聽音樂的彼此之間的差距是 沒有到 很大的 就是 就算最強的聽音樂的Samba 跟 就是最弱的聽音樂Samba比 我會覺得那個 差距都還算是 呃可以接受 因為 有時候我想想啦就是 呃 大家在買Samba產品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最希望得到的是 體驗到的是什麼 我覺得很多人 最希望體驗到應該是所謂的環繞效果吧 因為 呃 我講句老實話 就是 如果你說是要追求好的音質的話 其實你在20年前買音響的人 跟10年前買音響的人 在5年前買音響的人 你也是可以得到好的這種音質啊 那好的重低音其實 你不要說三四年前 四五十年前的人說不定 他還可以得到很好的重低音的效果 這樣他只要花錢他都買得到 但是對現代人來講 你可以 你有什麼東西是以前他完全得不到 就是所謂環繞的效果 所以很多人他有時候買Samba 會很care聽音樂的音質 會覺得 當然並不是說 Samba他聽音樂就可以做得很爛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意思是說 比起這種 就聽音樂跟看電影來講 我覺得大部分人還是 更偏向一個Samba的 環繞的效果表現 來聽音樂來講 就只要過了一個標準就可以 對 所以就是 呃 當然我在評比每個Samba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用 每個價位帶去做評分的 就好像現在我們在評這個中價位的話 我自然就是拿他跟 中價位的選手來比 好 那 呃 講完了Sony的A5000之後 我們來進入下一個選手 這個 Harmond Carden的Citation 1100 那講到這個Citation 1100 他最大的一個特點是什麼 我想其實 第一個大家首先會想到 就是他的一個外觀 如果今天市場上要找一個 好看的音響品牌 我相信大家第一個會想到 可能也許是B&O 這個大家沒有話講 但是B&O的產品 他其實是有一個非常致命的缺點 就是他非常的貴 對 沒錯 貴也是一個缺點這樣 那 對比說B&O的價格來講 Citation 1100 他本身他也是採用這個 我記得他的布料廠商 也是來自於丹麥吧 就是一個非常難念的廠商 叫做Quadrat 那Quadrat 他的這個布料呢 本身也是供應給這個B&O 去做他整個一個外觀的設計 所以你看 這個 Station 1100 他三萬塊出頭的一個定價 然後呢 本身採用這個B&O 等級的一個外觀的用料 他本身的外觀 我覺得在Soundbar裡面 你不講說 跟同價位的比啊 就算跟高價位的比 我覺得 我覺得基本上也是做的 非常的好看了這樣子 那其實呢 這支的特點呢 首先聽音樂來講 我覺得他的單支型的一個低音的效果 是非常的強勁 而且是那種 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非常的誇張 就是說 有時候我在播的時候啊 我只開這個單支的Soundbar 然後我在播音樂或看電影 有時候客人都會覺得說 你這支Soundbar是有加那個無限重低音嗎 這樣子 就你無限重低音是現在是開的狀態嗎 然後我都跟客人講說 沒有我現在就只有 他這樣子的表現 就是 他的單支重低音的那種強勁的程度 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不是 開了這個無限重低音這樣子 所以他這種強勁的 低音 爆炸性的表現在 我覺得你聽音樂聽一些 呃 但是不是講說他 重低音好 他的其他就不好 其實我覺得他整個樂器的細節 跟人聲的那種厚度 也是有的 所以你聽一些那種流行音樂 電子音樂非常適合 然後你看電影的話 也非常的不錯 但是相比他的強勁的低音來講 他的環繞感 我覺得就是屬於 呃 在這個價位代 也跟Sony的A5000 差不多等級吧 就是 他有 但是你不會覺得說 他的天空聲道表現特別好 那他的左右的環繞定位 我覺得也不是屬於那種 很寬廣的那個類型的 所以簡單講我覺得 他是處在一種 看電影跟聽音樂 都算是比較均衡的 呃 Soundbar 但是呢 他在外觀上呢 是屬於這種 Soundbar裡面算是 特立獨行的一個 非常美的一個存在 當然還有做黑白兩色啊 正常人應該會 比較喜歡這種 白色的一個造型喔 好那我們接著 快速的來進到下一個 這個 呃 選手 就是 LG他們家的 SC9S 好 接著來到我們 LG的SC9S 這個Soundbar 跟前面兩者不同在於說 SC9S他本身是搭配的重低音一起去做販售的 那前面的這個 Harmacondon Stash 110 他們重低音是選購的 以及Sony的A5000 那 呃 SC9S首先他在聽音樂的表現上來講 我覺得 其實他在這個價位在聽音樂 我覺得他表現是比較普通的 因為他的音色聽起來本身會有一點 呃 應該這麼講說 濁嗎 就是他的音色本身是 呃 因為他有一個特色是在講說 一般的Soundbar都只有 兩顆天空聲道單體 但他們家的話你看我例子的方式 因為他中間有一個這個 叫做 有些人他們講說這個叫 上帝之音嗎 還是什麼 就是他中間有一個這個第三個天空聲道 但我覺得是因為同時他讓這個天空聲道的發 發聲在聽音樂的時候去增加他的力度 所以整體的聲音聽起來 就是 echo感比較重會比較左 但是 看你喜不喜歡這個音色 但我本身 聽音樂我比較喜歡乾淨的聲音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在聽音樂來講是比較沒有那麼加分的 然後看電影的時候呢 呃必須坦白說這個 SC9S他給你的天空聲道是 呃 在我之前的點評裡面有 單集裡面有講過說 他的天空聲道不是讓你覺得很誇張的 但是 是讓你覺得說 第一個他的 定位感那些方向感是好的 就是 天空聲道 我覺得做的好 好的 就是 第一種是說 讓你感覺到有天空聲道 那我相信這種 可能很多產品都可以做到 但第二種的 好的天空聲道 更進階的表現是在於說 他除了有天空聲道之外 他會讓你有覺得 欸 天空聲道還有左右的方向之分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比較難得的地方了 那 呃 另外要講的是說 他本身的一個重低音啊 雖然體積小 但是我覺得他的一個 低音的表現跟量感 跟低層下顯度 都是做的一個非常不錯的 然後另外還有講的是說 LG他這個 SC9S 除了他有這個中央的天空聲道 讓他的 這個天空音場的表現更好之外 他本身還可以搭配LG 他們家的一個OLEDX 去做算是壁掛合體的形式 就是你一般的傷霸 如果你要壁掛的話 你是要把釘子打上牆壁的 就是你要去做一個 這種算是L型的兩個鐵架 就是你要去 或者是你用掛釘 掛中式的那種 打一個釘子打兩個釘子 然後把傷霸掛上去 但是在SC9S上面 你可以跟他們家的那個 OLED電視啊 直接壁掛架合體去共用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牆壁不用打洞 然後你就可以壁掛傷霸 那有的人會覺得不重要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是選 單之型傷霸的用戶啊 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你追根究底 為什麼你會想 就是用單之型的傷霸 一定是會想外觀簡潔又方便 那很多人其實是不喜歡說 因為你想想看 你今天如果裝一台65吋的電視 你壁掛傷霸去打洞 今天如果你換了以後 換75吋的電視 換77吋的電視 你是不是你的傷霸 又要重新拆下來 要再打一次洞 其實很多人他們是不喜歡 他的牆壁上就是 坑坑巴巴要打很多洞 所以可以 就是跟電視一起去做壁掛 然後弄得很好看這一點 我覺得 對單之型傷霸的用戶來講 是很加分的 然後他的一個看電影的表現 那低音效果我覺得也都還ok 所以 就是也是在這個價位帶裡面 算是一個不錯選擇的一款 Soundbar 那接著我們再進行 下一組產品的介紹 那當然是這個老牌的 英國音響廠商BMW 他們所推出的這個 Panorama第三代的 單體式的Soundbar 那他本身沒辦法去加這個重丁 那首先從音樂的方面來講呢 我覺得如果你是純 很愛聽音樂的用戶 甚至你是純聽音樂用戶 我覺得你可以買這支Soundbar 因為他的整體的清晰度 人聲樂器的比例 是在這個價位帶裡面的Soundbar 甚至我覺得他跟高價位的Soundbar 比也是不遜色 就是在音質的表現上 聽音樂的那種樂器的質感上 他是做的是可以說是最好的 NICE 然後他的低音下潛也夠 但是量感來講 就是並不是屬於多的那個類型 就是你聽一些音樂 你會覺得剛好 但是你看電影會覺得不夠 那這樣的音樂特色呢 強調細節 然後很乾淨的聲音 然後重低音 屬於那種有下潛的量不多的一個狀況下 他在看電影的時候 我覺得首先他的聲音就 會顯得太過理性了這樣子 但是雖然太過理性 音色上的表現是沒有那麼的吸引人 但是你說在環繞天空聲道的表現上 這個Panorama 我覺得他還是算有水準 就是他的天空聲道會讓你感覺到 喔他是 他的存在是那個 效果的方向是有的這樣子 但是他比起這個LG 或是比起我們大家要講的 菲利普的FB1來講 就是天空聲道沒有到那麼的 強 強 那麼的神猛 但是也是算不錯的 但是簡單來講就是 這次Samba 你用他看電影的時候 你會覺得口味上來講 有點太淡 因為你聽他的一些場景的聲音 細節啊什麼都很清楚 然後那種炮彈的聲音啊 跟那種人講話的聲音也都 欸 聲音都 你都聽到很多的細節 但你就是會有一種說 你好像在 不知道你好像在審片室吧 就是 你好像那種老師在教學生 就是學生拍了一個作品 然後你的老師在看 然後你就有一種說 欸 這種 他的聲音是比較難給你一種熱血 比較難給你一種激情 就簡單來講他的動態 因為你看電影是需要那種 我需要那種炸彈爆破的時候 就 只要不是說 感覺他爆炸的時候 就像那個大火機這樣點一 點一撮小火 那BMW他更多的是給你一種 非常冷靜的音色感受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愛聽音樂的人 絕對是可以買他的 這個三萬多元的價位 然後本身的外觀也做的 非常的美觀 然後就是聽音樂的操作來講 也算是便利 操作也不算是困難 那我們就進行下一個選手 好說到菲利普呢 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就是 當你今天跟你家人講說 我新買一個菲利普的 你家人就說 新買一個菲利普的電動牙刷嗎 那你就說 欸不是我新買一個菲利普的 你新買一個菲利普的刮鬍 那 你這時候你就會講說 欸不是我新買一個菲利普的 你家人就說 我知道你新買一個菲利普的 智慧燈泡 智慧鎖 都不是 這時候如果你跟家人講說 我跟你好朋友講說 我花了這個將近四萬塊的價格 我買了一個菲利普的傷霸 然後你的朋友或你家人 可能就覺得 蛤 菲利普有做傷霸 對我跟大家以前也是一樣的想法 就想說啊菲利普有做傷霸 這個效果 過關嗎 能聽嗎這樣 但我必須坦白講 菲利普的TFB1 FB1 我覺得算是今年的一個 痾 就是劫勢目前來講 他是少數讓我覺得 那種 欸 就這個東西 有趣 這個東西好像 真的還蠻厲害的 然後 有一種驚奇的感覺 那他是怎麼樣一個驚奇凡 首先我先講一下 菲利普的FB1聽音樂的表現 他聽音樂的表現真的是 呃 非常的普通 就是 甚至我覺得 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就是 FB1聽音樂的感覺 甚至讓人覺得說 他會比那種入門級的選手來講 就是 有時候比起來 還比較差的一個感覺 但是他也不是說細節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講 就是他的音樂的那個 可能也許是 呃 他的調音的關係 就是 你在聽的時候 你會覺得 欸他音樂的那種樂器啊 什麼的 你都聽得見 但是那個聲音 就是你聽了 你會沒有任何的一個感動 就這聽起來好像 很玄喔 但我覺得他聽音樂的表現 聽音樂的那種音色的感受 就真的就是 你不能講說他樸實無華 我會講說他的聽音樂的表現 叫做讓你提不起 提不起勁 就是 就是真的有那種 這種感受 但是呢 回到看電影來講 我覺得 這個事情又完全不一樣了 就是 FB1他的整個的環繞 他的天空聲道的效果 我敢說是目前 如果你要找這個 三萬多元架威帶裡面 單之型傷霸 那不管要不要加重低音 因為 FB1他本身也可以加架重低音 但他的重低音本身我覺得 其實還算以室內來講 都算夠用 他的一個天空聲道的效果 跟環繞非常的誇張 以那個西線無戰士舉例啊 一般的傷霸 你在看一開始 士兵在跑步 跑出猴狗的時候 其實他有個炸彈會炸下來 然後炸彈炸下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沙子啊 漫步到整個天空當中 就 那個感覺是很多 甚至高單價的傷霸 我覺得都做的沒有到很明顯的 但是你要FB1的時候 那個沙子的感覺就 真的是很明顯 然後還有很誇張的是什麼 像西線無戰士後面還有一個場景是 士兵們在把那個下雨天 他在把蠔溝裡面的水倒出來啊 我記得有一幕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有一個士兵 他從原本下雨的地方 他過了一個算是 斷...算是橋吧 就是有一個那種蠔溝上的 木...木...木橋 然後那士兵一走過去的時候 原本的雨聲就會突然安靜 然後等士兵在走出那個木橋之後 雨聲又跑出來 這個感覺非常讓我覺得像什麼啊 就是... 呃... 就像我在下雨天 我開車在那個高速公路上面 然後我突然遇到高架橋的段落的時候 我的車子原本上面那個雨滴聲就不見 突然安靜一下 然後再開出高架橋之後 那個雨滴聲就跑下來 就是FB1他給我的那個環繞的感覺啊 我就覺得說 哇靠...那個... 整個音效比起來 加上他的價格其實... 呃...你說便宜嗎 當然也不便宜 但是... 就是... 以前我在這個價位帶裡面 我是沒有體驗到過這種... 那麼... 甚至我必須誇張一點講 我在更貴的價位帶 在4、5萬的價位帶 我也是體驗不到這種... 環繞的一個... 非常誇張的效果的 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我面對電視大概距離... 4米... 3、4米... 的時候 我甚至覺得我右手邊的45度的那種 6、7米的地方都會有聲音喔 這種... 真的是... 如果你沒有實際體驗過 你會覺得... 你不太相信... 欸... 就今天... 有這麼好的環繞效果 結果他是... 菲利浦做的這樣 所以... 簡單來講我覺得... 他這支是一個特化型的... Soundbar 就是... 如果你是愛看電影的人 然後你愛看那種... 就是特效很多的一個... 呃... 電影... 那... 菲利浦FB1 就非常適合 但回過頭來講 如果你是... 呃... 聽音樂 或是你看一些追劇類型的... 佔得很大比例的用戶的話 那也許你對這支的... 感受就會覺得普通 因為... 他的聽音樂的表現 連帶的影響到他在看一些... 這種... 對話類型啊 音樂劇類型的電影的時候 他的表現就... 相對來講沒有那麼的一個吸引人 加上... 他的環繞表現跟聽音樂的表現 落差真的太大了 所以... 那個落差感會讓你覺得... 欸... 怎麼會Soundbar可以做到... 就是... 算是... 偏刻偏的... 蠻嚴重的 但是就是... 以看電影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存在喔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真的是... 呃... 因為回過頭來 就算我常常講的 很多人他買Soundbar 是要體驗環繞嘛 想要體驗天空深道嘛 所以如果你建議想單... 單一隻Soundbar 獲得最好的環繞效果的話 我非常建議你來聽一下這個... 菲利普他們家的F1的Soundbar 好 那... 呃... 基本上... 我們剛剛的這個... 呃... 五組的中價位的選手都講完了嘛 因為像Sony的A5000 然後像Hallon Kardon的E100 像LG的SC9S 然後像菲利普的F1 以及BMW的Panorama 3 那我在這個價位帶我去做一個... 呃... 稍微的評比 就是在於說 基本上你到了... 呃... 這個大概... 三萬多元的一個價位了 那... 有的他將近四萬塊 那在這個價位帶上 你可以獲得比入門來講 我覺得更好的一個環繞的效果的定位 那同時你的低音的音色來講 也可以更強 那... 如果你是比較喜歡看電影 看那種動作片的人 我強烈的推薦你去... 試聽一下這個菲利普的FB1 那如果你是屬於那種... 你是比較喜歡追劇... 追劇類型的用戶 就是看一些聽音樂啊 追劇類型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先聽聽看 就是Harmacard的Citation 1100 以及Sony的這個... A5000 然後如果你是屬於一個... 呃... 重度聽音樂的用戶 那當然就是B&W 這個Panorama 3 那如果你是LG的電視 那同時你又需要比較簡潔的... 呃... 牆面的壁掛的搭配的話 那你可以考慮... LG的SC9S 好 那我們就要進入到這個... 接著就要進入到我們所謂的... 高階層層的主編了 我們來看...